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刻 我接着分享提问框架六步法的最后一步 落实行动 如何直视行动 我先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绝大部分人都听过很多道理 也明白道理 却依然没有过好这一生呢 王阳明曾说 知而不行等于未知 这句话就到处了原因 知道只是基础和前提 而行动才是重点和关键 那么 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谈谈 在选择好最优的方案以后 如何具体落实行动呢 工作中 不少管理者会抱怨和指责员工执行力差 没有能性 执行了很多任务都没有结果的意思 导致项目拖沓严重 甚至最后不得不终止 可如果你再往深层制去想一想 为什么这些员工没有很好的落实行动呢 我想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吧 比如 员工内心还不认可上级制定的目标和策略 所以啊 行动的意愿就不强烈 还有 员工呢 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或者紧迫感去改变和行动 他们还是习惯在舒适区的一个工作状态 还有呢 员工就是没有预见到行动上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过于乐观了 最后发现啊 根本做不到 最后 员工行动的时候啊 单打独斗 没有想到过要寻找其他人的一些帮助 那么作为管理者 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下属 又能激发对方的一个执行意愿呢 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在下属行动以前 通过教练式的提问 帮助他来规划他的行动计划 回忆一下我们上两篇讲到过的一个二品牌的一个案例 经过策略评估以后啊 老秦团队制定的三个主要策略是 第一 推出28寸以上的大尺寸的香包 第二 新香包要比竞争品牌更加耐衰 第三 在设计上实现更好的收纳的功能 香包啊 不仅可以放更多的物品 还需要按照物品的类别来进行存放 策略明确以后 老秦就需要团队来制定行动计划了 这个项目啊 当时就交给了产品经理小李 由他负责牵头 来协调各个部门的相关人员 确保顺利上线 这就意味着小李需要把三个策略 分别转化为行动计划 因为时间限制 这次我将聚焦在第一个策略 推出28寸以上大尺寸的香包 来给你详细的一个阐述 如果你对其他两个策略转化为行动计划 也感兴趣 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 好 我们回到第一个策略 推出28寸以上的大尺寸香包 如果你是老秦 你该怎样和小李对话呢 事实上 规划和落实行动 大致可以关注以下五个关键点 它们是步骤 责任人 支持 完成时间和意愿度 你可以在这节课的一个文字稿里面 看到这张图 那么根据这个五个关键点呢 老秦啊 可以一致向小李来进行提问 你可以边结合图来边听我这个 接下来的一个分享 第一呢 叫步骤 所谓步骤就是询问 所有为完成目标 必须要做的一些关键的事情是什么 比如老秦可以问 根据刚才说的策略 你要怎么做呢 第一步的行动是什么 然后呢 小李回答说 第一步啊 我们要做用户的需求调研 然后呢 要做产品的创业 产品的创业啊 是开发新产品的关键 接着呢 要实施新产品的设计 样品测试和小批量生产 我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老秦问小李要做什么 而不是问他小李你想做什么 是要做什么 不是问他想做什么 是因为要做要比想做听起来更加坚定 接下来老秦可以接着问 如果对行动的重要性进行打分 一分到十分 分别是多少分 为什么 这个提问的目的就是让对方自己对行动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一分是最低 十分为最高 确保日后最重要的行动不能被耽搁 小李回答说 第一 用户调研需求重要性十分 因为这是项目成功最为干键的一步 第二 新产品的开发构思的创意重要性十分 因为创意不足 就会无法形成清晰的产品概念 第三 新产品设计重要性九分 因为产品设计任务书确定以后 就要开始一系列的技术工作的准备 那么第四 样品测试 小批量生产重要性八分 只要前面几个行动做好 生产环节基本不会出什么问题 那么五个关键点 第二个关键点叫责任人 英文叫responsible person 责任人就是要问 每一个具体步骤谁负责 这个时候老秦就需要问 谁将负责工作步骤的整体规划呢 之后每一个步骤又有谁来负责呢 小李说 我来总负责整体的一个工作计划 市场部研究经理负责用户需求调研 我负责新产品的构思的创意和样品测试 设计师负责产品设计任务书以后的具体的产品设计工作 而生产总监负责生产技术准备和随后的正式生产 五个关键要素的第三个是叫支持support 支持就是指负责人希望什么样的帮助 以及谁可以提供帮助 那老秦就可以问 你需要哪些人知道这个行动计划呢 小李又回答道 那主要是生产部总监 设计部的经理 销售总监和市场部的一个调研经理 这些人 那么这个提问啊 主要是保证信息的一个畅通 如果相关同事很晚才知道计划 那么这样就会影响项目的一个上限的时间 那么老秦可以追问 那这些方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呢 你怎么样克服这些障碍呢 小李说 主要是用户调研 因为目前团队成员都不太专业 很难设计出一个科学的问题 这个提问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行动的风险 比如对方还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采取某一个行动 或者犹豫不决等 这样通过教练的提问呢 就可以有效的事先进行管理和预防 老秦再追问 那你需要谁或者什么样的资源来助你一臂之力吗 你怎么样能争取到这些帮助呢 小李回答道 这个提问好啊 或许啊 我们可以请外面专业的调研公司来帮助我们调研嘛 当然我们随时都需要请总你的支持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支持啊 就是要给行动人所需要的资源 也可以是告诉同事们 你本人目标的行动 让大家成为你的单身伙伴 提醒你执行 和其他人分享你的计划 也可以起到让你坚持到底的一个效果 五个要素的第四个要素叫完成时间 问 这里指需要明确每个行动开始和完成的一个时间框架 比如老秦就需要问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呢 小李说 用户需求调研计划七月底完成 九月上行完成新产品的构思创意 十一月中行完成新产品的一个设计 十二月底完成样品测试和小批量生产 这个提问就是为了让对方自己明确 具体的执行时间防止拖延 老秦接着追问 我怎么样知道你的行动进展呢 你可以在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告诉我 你的行动小结吗 小李说 当然可以 好 那五个要素的最后一个要素 叫意愿度 那最后呢 就是要确认和强化下属的一个执行意愿 询问对方有多大的一个意愿去执行行动计划 我们除了要问具体行动的重要性 也要了解他们执行意愿的一个程度 如果下属有一堆行动 有些行动啊 往往最后是很难完成的话 那就请他删除那些无法完成的事情 教练性领导 目的就是帮助对方建立和维护自信 就防止口头成了很多事 最后他都没有做到 那就会一种挫败感 对吧 那比如呢 老秦就可以先请小李啊 对自己的行动信心进行打分了 老秦可以这样问 如果用一分到十分来评估 你有几分确定自己会执行 我们今天所达成的个行动计划呢 小李就说 诶 秦总 那用户需求调研 我的意愿都是八分 新灾品开发构式创意 十分 因为这是我氛围工作 那么新产品的一个设计九分 这个我会尽力推动设计师 而生产技术准备十分 因为我和生产总监关系相当好 他应该会很好地配合生产的一个工作 这时候 老秦就需要追问了 是什么阻碍你对客户调研这个事情打十分呢 小李说 因为我们公司过去没有直接做过调研 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个事情如何做 所以老秦就可以接着问 那你打算如何克服这个障碍呢 小李接着回答说 或许啊 我可以请外部专家 如果关老师团队 你们愿意推荐一些专业的一个调研公司 或者专家给我们的话 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你看在这个提问中啊 如果对方给自己打分小于八分 那其实你就可以尝试降低任务量 找其他人协助 或者延长行动的一个时间期限 如果打分依然低于八分 也就意味着 对方其实是不太可能最后完成行动计划的 这个行动就可以放弃了 那么今天的要点小结是 支而不行等于未知 只有当下属自己有强烈的意愿去执行 那才会真正提升执行力 而规划和落实行动计划 主要有五个关键点 第一叫步骤 所谓步骤 就是询问所有为了完成目标 所必须做的每一件事情 第二责任人 责任人就是要问 每个具体步骤谁负责 第三支持 支持就是指负责人 期望什么样的帮助 以及谁可以提供帮助 第四叫完成时间 这个步骤就需要提问 每一个行动开始和完成的时间框架 第五意愿度 也就是最后你要确认和强化 下手的一个执行意愿 询问对方有多大的一个意愿 去执行行动计划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收听 我已经讲完了提问框架六步法的整体框架 那么下节课 我将会把提问框架六步法 用一个完整的案例 来帮助你复习和巩固 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内容 我们来到了今天的一个本期思考了 我们这节课的重点 是教会你如何在对方行动前提问 但是如果某一个行动正在行中 或者已经结束了 你想知道行动效果 你又该如何提问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互动